每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 标普500指数结束连续五个交易日的跌势 投资者认为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上升的数据 可以解读为加息步伐可能快放缓的迹象 因此推高了标普指数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83.56点 报33781.48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29.59点 报3963.51点 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123.45点 至11082点 华尔街主要股指最近几天都承受压力 标普500指数自12月初以来就下跌了3.6% 原因是加息周期更长的预期 以及一些公司高管对经济的悲观看法 这种想法也影响了以科技股为主的 纳斯达克宗旨 在星期四之前 纳旨就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 但随着数据显示 上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 适度增加 而失业人数接近11月底的时候 创下10个月以来新高之后 投资者感到安心 截至今年早上9点 WTI纽约原油价格每桶报72.08美元 布伦特原油每桶报76.15美元 请开启提鑛的 基地 跟陈菀 绍物特原油 优优独了 救选 解解 解 解 感谢观看